今天反观这么多天 我昨天晚上 今天上午也在反观 感觉我反观到自己 恭敬心是很有问题的 感恩心也是很有问题 柔软度也是很有问题 进一步的深重去看自己 前几天当然也走来一起反观 但是看到了一夕 但是还是不够深入 那么通过这个反观 就感觉到 其实我来参加这个反观班 这个心态就是有问题 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认为我没有多大的问题 或者说有少数的问题 来参加这个班 那这种心态来的话 那因此我所反观的 也就是少数的问题 所以我就感觉到就非常的 这个吓一跳 这么这个心态 那我进一步走 还不是这一次 就是说那一致就是这个状态 一致就不是说这一次来哈 不管在哪里 那我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我没有问题 或者说是少量的问题 那这就进一步再反观 再看 那实际上就是最大的问题 不知道自己有问题 那就是最大的问题 原来我对老师说这个话 是没有振入到我的心灵的 我觉得我还好 我没有多大的问题 我这样我就吓一跳 我说我这个事情还不是 完全是一个模式 而这个模式伴随了 就是一直在这么转 一直在这么转 昨天大姐也分享那个 我当时也是 我说我还不好 我没有这个东西 我没有啊 我比他好多了 结果我完全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仅是我的一个意思 我分享就是仅是我 那以后真还得要小心 要把自己看住了 我这你就掉进去了 就很危险 但是我没有问题 不等于说我没有问题 实质上是有问题 是吧 很多问题在这里面 那么我 当生成吃的 那些东西我就不去 因为时间好 我不去说 要展开说就很多 不是 我这个不是逃 我这个我知道的 你比如说 那我说我没有问题 那实际上我有没有问题 我很多 很多问题 是不是 不信任别人 是不是 这个把自己封闭起来 其实我把我包装的非常好 我就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人嘛 你看我说包装的多好呢 那你一般的眼光 你看不出我来的 我告诉你 而且我包装下的话 我非常会逃 在某一个点我就逃掉了 逃得非常的完美 只有只有那一 老师这样的灰眼睛睛 说你逃吧 看我哪儿逃 可能躲住我 是吧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其他那些东西我都有 我当然我还会去深入去反观 我就分享这里 那么就请老师给我送句话 如果我们说以一般水平 一般人来讲的话 他已经算是蛮不错了 好几年来 他都很认真 在学习 也默默的在做 我们以一般来讲的话 他已经算是很好了 如果要以更高层次来讲的话 这就是他刚才有提到的 就是还把自己打包在一个层次境界里面 我是一个好人 我是一个怎么样 当然 他说他打包得很好 别人不知道 别人看不出 但我可以看得出来 只是 一方面 因为看到你有很多的优点在呈现 就让你继续 继续在 学习 把你的优点发挥出来 每个人都有我们的优点 记得我们这个反观 并不是都只有 看负便的 找负便的 不是这样 我们也要 如实了解我们自己 我讲反观是要 如实了解我们自己 我们每个人 都有我们的优点擅长 我们很多的才华 没有 没有呈现出来 没有实现出来 我们的理想 打压 因为过去成长的各种因缘 让我们的理想 才华 没有 好好的 发挥出来 一样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擅长 优点 发挥出来 不是否定自己的生命 所以 如实了解 所以对他也是一样 我觉得他有他很多的优点 就让他 好好的去发挥 他也很脚踏实地 实实在在 默默的在做 只是让他逐渐成长成长 然后到有一天 能够柔软 柔软度够 让我能够 真的就是 让我能够开刀 讲他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做更多的回馈 所以像这样 他已经又 这次来参加这个课程 对他而言又有更多的突破 又有更多的突破 所以这些都是好现象 好现象 好了 就是一样 我们就是 回来做 做真人 但要好好体会 不要说 我讲说 某某人说我们要做真人 我现在对你不满 我就直接骂你 那个是无知 那个是又是找一些错觉 然后又找一些来 又是放纵自己 不是那一种 做真人 我们就是真诚真实真心 我们以前还会打包 然后让别人有一种错觉 好 我们愿意来到真诚真实 实实在在 好了 很不错 OK